台北市的所有立法委員 第一次完全到齊 一號傍晚 徐小新 羅志強等五位欄委 以及三位議員工巴爾人 到失敗捷運站宣講國會改革 見指吳思瑤意味濃厚 但當事人不在意 吳思瑤事先就發文列出四家名店 邀請他們來品嘗美食 仗記在自己身上 徐小新是在底下留言 聲稱店家不知情 更嗆怜這個也要騙 吳思瑤委員昨天在下午四點的時候說 去這四家店買東西呢 是全部記在他帳上 但是呢我們去逐一詢問之後發現 沒有任何店家知道這件事情 甚至呢有店家希望我們可以去檢舉吳思瑤 然後也有店家直接打電話 去跟吳思瑤辦公室確認 結果呢得到的答覆是沒有這件事情 活動還沒宣講開始 那就有一位仁兄跑到水龜博 去對著老闆說 他要買30份豆花 指明吳思瑤買單 這老闆呢當下賬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徐小新這麼急宣講還沒開始 他就先去消費 吳思瑤反擊沒想到徐小新宣講活動 五點半開始前就急著買晚餐 只有八個名代卻美金店各買30份 據徐小新透露下和店家對話內容 公開在媒體群主吳思瑤也痛批這個行為 這種惡意的錄音 然後把錄音檔公開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欠缺道德的 前面臉書才說要請大家記帳在他的這個身上 結果後來被踢爆是詐騙以後 才先上車後補票 網路上徐小新有個新的稱號 過去叫徐九百 今天叫徐一八五 對 那我可以幫你付這一百八十五塊 奉思祥展儀自身爭議 無私要與徐小新雙書隔空護槓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